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觉得好像他经历过很多似的 长得有点着急 来 我问天宇一个问题 你这学历怎么只有初中啊 就是小的时候可能是不太爱学习 对 但是长大也挺后悔的 但是现在的话 也仍然觉得是学习很重要 自己平时也会去学习看一些书啊 你今天来找董事长司机的工作 你是以前做过给领导或者老板开车吗 对 以前做过 就是给我们当地城市的几人老板开过车 我是09年考的驾驶证 然后驾驶证下来之后呢 在网上找的 这个就是给老板开车 可是那个时候你09年刚下本 你这个刚下本以后 你也有一段算是叫实习期对吧 那你11年就给领导开车了 对 正常实习期的话是半年 那你给他开的时候 你驾龄也没多久啊 因为他这个用你的阶段呢 也有一个前期的几天的试用期嘛 他一看你开车没有问题的话 小伙人什么的也挺好 那就一直在用了 就留下了 对 就留下了 我想问你啊 就是领导坐车 他有没有什么在车里的私人习惯 私人习惯的话有 但是也不太明 就正常所有人都会有吧 那种习惯 我也想问问各位企业家 你们坐车有什么私人的习惯 到处都是零食 到处都是 对 我车里有无数的零食 每手就能找到吃的 对 而且是就甜的 咸的 然后那个水果 还有搜的 对吧 还有搜的 对吧 没有 你要到处都有的话 肯定有东西找不到 等你找到的时候 他已经从甜咸变成搜的了 我的是SUV嘛 然后呢 我是喜欢坐在驾驶的后面 为什么呢 比如说遇到一个什么情况 他会打方向 朝着他这边打 他和我都会保护到 哎呀 你好自私啊 那以后我跟你说 我们企业家就没有人敢跟你坐一辆车了 我分享一个我的朋友的吧 他呢 他有两个司机 他有个什么习惯呢 他爱开车 所以他那个副驾驶啊 全是司机坐 但是他为什么带个司机呢 就是他不好停车 就是在深圳的广东这个 他把车往那一开的时候 哎 你去把他停了吧 所以基本上 他的司机就是驳车员的这个 那他应该去开网约车啊 对对对 我们喝酒的时候还真说过这事 我说您呢 可以干个兼职 也许利润比他那公司利润还高呢 对 我是上车 我第一个习惯 先要看看车里干不干净 第二个呢 我跟司机说 过一两夜把香水换一换啊 我觉得这个车就跟你自己的一个 经常待的 每天都要坐在上面嘛 是个空间 我觉得就是小细节当中 也有一点生活的味道吧 那我来问问你 天宇 比如说你要遇到像肖音 他认识的那种人 他就要开车 就我开 你坐 你是接受还是说别别别 您别开 您太累了 您一天操持这么多的事 是吧 这么大一家公司 让您来弄挺辛苦的 我来开吧 你选择哪一种 这个就是说 如果说是老板这样说的话 首先我会先让一下 老板要坚持呢 要坚持的话 那就让老板开 因为他可能喜欢驾驶的体验 就是说比如出去出差啊 走到一个高速路上风景特别好 这个人的话 他就想体验这段公路 驾驶的感觉 你就会给他一个这样的机会 亚云老师再点头 来 给他拉一票 我觉得他这个 用那个词怎么讲 宜人性还不错 是 而且他换位思考 我觉得你特别好 期待你后面的表现 我问你一下 如果有个新的老板 你要给他去开车的话 你会问他的操作习惯 或者是使用的习惯吗 这个是会问的 每个老板的要求 和这个驾驶的习惯 希望司机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我没什么习惯 那我就正常按我的标准来 你有什么习惯吗 我没有什么习惯 但是说首先作为司机来讲的话 开车技术是首先第一位 这个开车要稳干净 我相信你能打扫很干净 但是我 你不是说你是从长春来的吗 你在北京开车 道路你都不熟 你还没我熟呢 如果在北京开车的话 这是我的一个减分项 我主要的强项是我开车好 我能把劫达车 开成劳斯莱斯的感觉 那慢呀 太好了 就这项特别好 因为段东真的没有劳斯莱斯 但段东真的有劫达 那还不错 但是我有一个同事 他有一个习惯 就是每次坐飞机 好 掐着点 就是像赛车一样往前走 你遇到这样的老板怎么办 好的司机是可快可慢 既快快中带稳 你要提前预判 该快快该慢慢 明白了 我觉得你的驾驶技术 应该可以 他这个